大家好,我是鱷魚眼神 我今天繼續帶給大家崩鐵3.0秒P黑塔乘數直怪 靈命完全體 記憶組召喚物技能曝光 3.0新角色大黑塔利惠官宣 肉被黑絲太色了 流雲復刻確定 新窮鐵刀2.7卡池越來越近 除了兩位新五星角色星期日 旺歸人即將登場外 有關於2.7版本的前瞻直播也終於要來了 而官方也發布了有關於2.7版本前瞻的預告圖 不僅如此 3.0卡池新角色立會的公佈也來了 本期就2月7日及後續卡池等相關消息 一起來看看吧 廢話不多說 具體大家直接看下圖 首先要說的就是2.7版本前瞻直播相關了 2.7版本前瞻節目在第8日啟程 前瞻時間是在11月22日晚上7.30開啟 距離現在也就不到三天的時間 算是已經進入倒計時了 當然了 各位開拓者們期待的300星窮兌換碼 到時候也會第一時間通知大家領取 說起2.7卡池復刻角色的話 上半是警員 下半是流淫 不過前瞻再急 到時候就知道會不會翻車了 接下來則就是各位開拓者們比較關心的3.0卡池 新角色立會的公布了 如圖所示 下圖是3.0上半卡池的新五星角色大黑塔 整體來看的話 和之前官方發布的幾版概念圖差距不大 但是在服裝設計上 細節改動還是比較多的 比如腰部的露空透明設計 下半身的黑絲也很絲滑 露背裝也略微顯得有點色 當然了 整體還是非常好看的 所以說各位開拓者們覺得怎麼樣呢 而說起3.0卡池的另一位新五星角色 據說是成女阿格莉雅 如果不出意外的話 後續也就能夠看到相應的立會了 同時後續的3.0版本記憶組 據說也會登場 感興趣的開拓者們 倒是可以期待一下後續的相關消息哈 新穹鐵道2.7版本的前瞻直播 越來越近 新五星角色星期日 旺歸人也即將登場 各位開拓者們的新穹 是不是也都已經準備好了呢 而最近網傳提及的2.7版本 贈送常駐五星自選角色 也是很多玩家比較關心的 本期就後續卡池等相關消息 一起來看看吧 首先要說的 就是即將到來的2.7版本的前瞻直播了 距離開啟也就不到4天的時間 除了300兌換的獎勵外 2.7上半卡池開啟 也會有千到十年的獎勵 就最近的消息來看 2.7版本中還可以領取1600星窮的獎勵 合計就是20抽 還是非常香的 並且在2.7版本中也會有自選常駐五星的獎勵 目前來看消息的可信度還是非常高的 感興趣的開拓者們倒是可以期待一波 而說起後續的3.0版本 大量的新角色也會陸續登場 根據網傳的最新消息匯總來看 3.0卡池是SP黑塔 阿格莉亞這兩位女五星角色登場 其中SP黑塔綁定至10 星魂也多數和至10角色有關 算是全數值星魂了 0命機制完整 但是讀點也不少 SP黑塔大概率是數值怪了 阿格莉亞的話 目前消息已知的四雷記憶 其他未知 值得一提的是 有關於開拓者的新命圖記憶組的技能 也終於來了 之前的消息中提到 記憶組可以交換迷迷 迷迷的速度是130 生命值為記憶組生命值上限的百分比 每當我方角色獲得能量時 迷迷也會獲得一定的充能 也會基於記憶組的暴傷提高全對暴傷 這麼來看更像是星期日的夏威替代 而迷迷應該也是類似粉色兔子的生物 當然了 版本跨度大 保不保真就不知道了 各位開拓者們還需理性觀看哈